百万上课啦 来了来了 Lesson 27 sip or zip 在认识今天的两个辅音之前呢 我们先来还是的感受一下 大家能不能区分出来 我来先念三组 听听看他们是same or different First one It's a sea It's a sea No.2 Give me pens Give me pens No.3 Sip it Zip it 听出来了吗 除了第二组是一样的 Pens之外 第一跟第三组都是有区别的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两个辅音是什么呢 一个是sip里面的s 和zip里面的s 一个是s 一个是z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 其实今天这两个音啊s跟z都有个共同点 当然他们都是辅音 这不是废话吗 他们都是辅音里面的一个品种 叫什么品种呢 叫摩擦音 你想啊 摩擦摩擦 我们物理都学过的是吧 可能有小朋友没学过 摩擦就是你看 两个东西碰到一起 然后这样反复的摩擦 但是啊 不是所有的摩擦音都是让你把两个器官放在一起反复摩擦的 这样你讲话会非常难受 就好像今天这个s s 也是啊 它是不需要你的两个器官放在一起摩擦的 那脸哪两个器官呢 你自己感受一下啊 你就来模仿 s s s 你感受是哪两个发音器官在贴在一起啊 一个是你的sss 舌尖肯定是舌尖嘛 一个是什么sss 靠住你的 哎 上齿银 就是这个萌芽上齿银啊 齿银啊 然後但是 你自己感受有没有贴上去 ss ss 沒有完全贴上去 完全贴上去 ssss 這很难受 就是让你的这个舌尖和你的上齿银之间呢 离得很近很近 就會形成一个很窄的通道 你们能想象吗 在你的舌尖跟上行当中 有很窄一条缝 然后让这个气流 从这个很窄的一条缝里面 流出来 就是变成这个 哇 有的同学想 这么简单一个动作 你要讲这么多理论 这个语音学是这样子的 有的同学 因为他可能听不清 或者他get不到这个感觉 那你只能用理论的方式 帮助一些同学去理解 大家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对 所以呢 如果你听得清楚 你能模仿那就最好了 如果你觉得很妙 get不到 那你就去找这个 横窄一条通道 在你的舌尖跟上齿音之间的感觉 让这个声音发出来 就是今天这个第一个主角了 我们把它记住 它叫做摩擦音 而且它是一个轻辅音 还是着辅音呢 有没有声带震动 没有声带震动 所以它是一个轻辅音 对吧 好 一个轻辅音 同时是一个摩擦音 就是它的学名了 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单词里面去感受一下 第一个 所以 so so 当然你念so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讲究一点 想要念那个非常英式英语的感觉 你可以念成so 当然如果你想念就普普通通的 美式英语 或者是正常的标准英语 都是 你也可以念so alright 下一个 nice nice 就是好啊 漂亮啊 棒啊 就是nice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就是有的同学 他习惯性的会念成nice nice 问题出在哪里啊 现在知道了吧 就是这个s 是没有 呃 没有s 是 是 s s nice 它是一个轻辅音 刚才不是讲的 对吧 好 最后 see see I see 我懂了 我看见了 我知道你的点是什么了 这个就是see 很简单吗 完全掌握了 我们放到更多单词里面去挑战一下 好不好 第一个 价格 price price 不仅s要发号 你这个原因i要饱满 price ok 下一个 公交车 bus bus 有的人一开口 bus bus bus的问题是在于 一 你这个s没有发成轻辅音 是s 第二 你把那个b念得太b了 你懂我意思吗 是b bus 不是b bus 你看这口型大小也不一样 啊 请请你把公交车 念得标准一点 bus very good 下一个 哦 打kiss kiss kiss 有的同学我盲猜啊 有一部分同学是习惯性念成kiss的 你们身边有没有听过啊 kiss的问题是在于那这个原因的部分 它不是一个长原因啊 它是 kiss 对吧 它是短原因 kiss 如果念成kiss了 你这太僵了 你把它念成那个旁边有一个冒号啊 两个小点了 kiss 不对了 对吧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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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和平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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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是今天这个一个小高潮 小重点 你们看啊 这一组单词都有一个什么 共同点 共同点就是虽然它们拼上去 有sk 有sc 对吧 但是它们的音标里面 如果你们去查一下呢 音标都是这个s和k在一起 那它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呢 你们听哦 第一个皮肤 skin skin 不是skin 对吗 那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 它明明是k 但是要念成skin 不是念成skin呢 那如果我念成skin对不对 对吧 肯定有人要这样问的很好 这个规则是这样 就是如果这个s跟k在一起 就我们这个sk组合 对吧 你可以叫sk组合都可以啊 它后面如果接原音的话呢 这个k就会从送气 变成不送气的状态 有的人觉得非常玄学 我跟你们讲很简单的 你拿一张纸就知道 什么叫送气啊 你就发k的音 你看啊 k 这纸在抖啊 你看见没有 在抖就说明 你这个k发出来是有一股气的 这个叫送气 那么什么叫不送气呢 你就是把这个k变成k 所以skin skin 你看它不抖的啊 skin skin 但如果你送气呢 skin king king 它抖的不行了 s跟k在一起 后面接原音 它马上要从k变成k 所以是念skin 你念skin是不对的 这是一个发音习惯的问题 再来第二个 虽然它拼的是sc 但是你在念的时候呢 也是要把这个k变成kan 因为为什么 因为前面有s 对吧 所以你单念k变k变k变k 这又在抖了 但如果你把它变成不送气的状态呢 就是 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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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微然不动 对吧 scan 错了 scan 就不送气了 OK 好的 我们把第一个第二个都念一下 皮肤 skin 如果你的指在抖 就是有问题 第二个 scan scan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吧 好 那么第三个呢 第三个跟前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想想看 它这个出现的位置不一样 它在单词的最后 在单词的最后的意思就是 它后面是没有原因的 对吧 没有原因 就不需要变 没有原因 事情就很简单 就是该怎么念怎么念 该念k就念k 该送气就送气 所以 task k task task OK 好 我们把这一页的三个词再念一下 第一个 scan 第二个 scan 第三个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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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再来看一组 这个是什么呢 你掌握了前面呢 你就能掌握这里 这里是一样的道理 是什么组合叫 前面是skr组合是吧 这个是star组合啊 什么是star组合呢 就是s跟t在一起啊 s跟t在一起呢 本来这个t是发t的音 tttt 他抖的不行了 他都要倒了 但是 他变成不送气的状态就是什么呢 d d st st 啊 前提条件仍然是 他后面要有原因 所以你看第一个星星 star star 不送气的啊 第二个 牛排 steak steak 但如果是steak steak 这个就要开始摇了啊 所以大家可以检测一下 如果你是初学者 OK 好 最后一个 仍然是当他出现词尾的时候呢 不受限 该念t就念t 你该摇就摇 fast 他怎么不摇啊 fast 啊 OK OK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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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就要吹到猫头才行 但是这个意思大家懂了吧 啊 所以就是 当你这个st 出现在原因前面 你就要让他变成不送气的 star steak 当他出现在词尾后面没有原因了 那就是st st fast 所以这个skr跟stir 他们的规则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今天最后一个 也是很多人 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对吧 就是这个spur组合啊 这是我献编的名字 为了让他好记忆 spur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看这三个长相 前面两个 都是出现在什么 原因前面的 所以呢 要让这个 变成不送气 就变成什么 太不送气了 这猫完全不懂啊 是吧 差别很明显啊 那么我们放到单词里面去试一下 第一个 spy spy 不送气 好 第二个 space space OK 不要念这space啊 念space 它就开始摇了 最后一个 后面没有原因 那怎么样 grasp grasp 你摇呀 grasp 因为是有一股气流出来的 对吧 grasp 大家去试一下 这个就是今天的三个组合 跟s 有关的 skur spir spir OK 大家记住他们的规则 好吗 然后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z 这个z呢 也是一个摩擦音 大家应该想必已经感受到了 但是它跟s 有什么区别啊 你们摸摸看声带这里 前面是s 现在是z 这里在震对吧 这里麻麻的 所以它是着腹音 懂吗 着腹音 声带是有震动的啊 z z z 很像蚊子在叫 好 OK 好 我们放到单词里面去感受一下 第一个是 z 如果你不太熟悉 你可以前面那个延长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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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is is z z z 好 第三个 as as OK as 那么提醒一下 就是中间这个is 和后面的这个as 它单念 是肯定要这样念的 对吧 但是如果放在单词里面 或者放在联读里面 它们的存在感 原因部分是非常低的 你甚至可能听到 mz 什么什么 z z 但其实是as 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个给大家提的醒啊 OK 好 我们放到单词里面去试试看 第一个奖品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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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奖品 我们刚才那个价格是price 所以只是最后有一点不一样 对吧 一个是s 一个是z 下一个 嗡嗡声 buzz buzz 好像小蜜蜂在飞 那声音啊 buzz OK 好 再下一个 kids kids 这个音 你别小看 这音其实不好发 对一些同学 这没注意的时候 第一个呢 是这个 如果这个单词 没有s 它念什么 它念kid 对吧 原因是kid 那么kid再加上s 就是kids 这里出现了s 而不是z kids kids 好 第三个 蚌豆 price 不是price 是price price 所以有的同学 不要一看到单词里面有拼s 就直接念s 像这里就不是了 它这个是念z的音 虽然拼的是s 但是它发出来是z的音 好吗 再念一次 pz 豌豆 好几颗豌豆 好的 我们最后呢 来对比一下 今天这个舌头一定是 今天这个嘴唇应该是一定是麻麻的 是吧 好 左边右边啊 s z 跟我一起 sip zip zip price price bus buzz kiss kids peace piz 下面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句子里面是s还是z number one sip it slowly please number two what's the prize number three do you hear the buzz next one i'll never forget the kids next one all i want is peace 大家都听对了吗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s和z 在下一课等着你们啦 see you later